各位好,各位好,有一宗新闻值得即時反映一下 大家看到鳳凰威士,三次不認署,不認自己是中國的媒體 當然香港人很清楚他不是香港的媒體 但記者有沒有說謊呢?技術上他是沒有的 因為他用英文打得很清楚,他說是香港的鳳凰威士 特朗普特意再三問他,代表是誰,不是香港 其實很有趣,他強調他是香港的媒體 特朗普可能是很懷疑的,但他應該記不到那麼多 當然他知道香港就是什麼環境 但他說香港的電視台,他把他當成香港電視台 他跟著就OK,其實特朗普是跟著回答他的問題 因為他是問那些有利中方的問題,那個記者 特朗普可能看他的樣子都是整個大陸來的人 如果他說自己是中國的電視台,可能特朗普會噴他 他是很現實的,亦都走了 我想他們是有了一個固定的答案 即是他們會認是香港的機構 這個是合,即是他沒有說謊,如果他說謊 可能特朗普也不准他來 但我們香港人看到這段新聞,其實很開心 其實裏面有很多啟示 你想一下鳳凰威士,其實他的確是一間香港的上市公司 可能有人有持有他的股份,已經很多年了 兩千年了,2008年已經是主板上市的公司 他在香港深圳,在美國樂壇,歐洲都有中心 香港有四萬多人在大埔,原來都很接近我 但我從來都沒去過,一來沒去過 二來都不覺得他有…他好像申請過一些香港的電視牌照 但後來又不要,其實他一向都不是 好像是…因為他是衛視來的 我們好像連Youtube都沒見過他的節目 或者有些咳出來的那些 可想而知他跟香港有多疏離 他也沒有講東話的節目 他應該可能有的,就是一些娛樂新聞 但我們都沒有留意,起碼我都完全沒有印象 反而他衛視的時代,他有些節目都有看過一下 反而他有些文化節目,劉文道也有做 有時講歷史那些 當然他一定是中國的立場 蒲中國,講韓戰,講越戰,很多很多新聞報道 有些都是做得很好的,深度 一來戰爭時他有個記者走進去 都是一個在大陸裏面,其實他就不認識你 劉長樂應該只是一些親中的商人 有時他都被裡面打壓,擦邊級 有時他的節目都被他裡面封了 我們這個理由,但我們不會當他是香港的 因為我們認證很重要,因為他都不是講廣東話 記者也不是講廣東話 又沒有做我們香港的新聞,所以無從判斷 但是這個鳳凡衛視不認自己是中國媒體 這個對香港人有什麼計時呢? 這件事本身已經看到了 特朗普一聽,當了他是香港媒體 當時有耐性,繼續回答他的問題 說了很多事情 如果他是大陸,可能就趕他走 你們那一刻敢敢敢敢敢 即是侮辱他了,分分鐘 但見到香港人當堂都給了面子 為什麼呢?香港… 我們說香港那個抗爭 在過去半年、大半年裡面 給了別人的印象 香港人是自由世界一源 是有言論自由的 他運水摸魚,這些叫做魚無運豬 運到一個香港人身份 我想這件事其實有啟示 對香港人,當然一般人就說 哎,比拼啊 我覺得正面一點看 給大陸人看到更加… 這片剪了之後一定會回到大陸 對他們都是一個警覺來的 就是一個刺激來的 一個衝擊,對思想衝擊 為什麼明明鳳凡衛視不在香港 被香港人這樣笑 原來他不是香港人 他好像扮香港的媒體一樣 在國內他就扮香港的媒體 有些香港的梁文道在做節目 變了有些好像… 但他連我這類人都沒有… 當然沒有,不會訪問過 或者沒有,找去聊聊天 表面看,他以為是代表香港人 而好像很客觀地說大陸的事情 但是在香港人來說 就完全不認了 但是他現在認了香港人 香港人其實應該… 我們留意一件事 很多人是認香港人的 靠認香港人賺食的 孟晚舟,孟晚舟 華為那個,他也是用香港護照 他拿了香港居民的身份證 百分之一百 跟香港沒有關係 但他這些特殊人物 當然也不是他的問題 而是國家政策 叫他拿香港身份證 所以香港很重要 大家不要看輕自己 我們看了 只有大陸人認為香港人 香港人就是香港 香港人就是香港 近年 以前說給面子 我們都愛國那些 就是搞六四晚會 那些 現在開始醒了 不喜歡 你現在認是中國人 就是一種恥辱 香港人普遍覺得 我們可以不認 就不認了 不愛國 不愛國 不愛國是怎樣 吹什麼 現在那種 你當是反叛 當是反叛 都是一個簡單的 pay down 但其實矛盾是大的 香港人和中國之間的矛盾 已經是不肯認早的階段 大家要劃清界線 這幾年本拙發興起 那句Hong Kong is not China 越來越響 去到外國 不過我們大家香港人 恐怕都不用我叫了 都要和中國分一些關係 起碼我入境田 我都會去China Hong Kong 或者Hong Kong 後面China 應該是這樣 這樣更好 香港 中國 香港是獨立的 關稅區 獨立的航空區 獨立貨幣 很多東西都獨立 獨立參加世衛 台灣都參加不到 香港都參加 很多國際組織 香港都有 參加澳南派 運動會之類 香港人是獨特的 有自己的一套主權 現在特朗普都問 不是控制住你 是中國 他是清楚這些關係 但他認為香港不是中國 如果不是你說香港OK 就繼續說話 如果你說我中國 就扔他走了 在這個角度裏面 我們再看看 香港是否真的不同中國 特別是有大陸人認的香港人 他們都是破千方百計 要下來 沒有錢那些就找親戚 用關係 要是中產家繼續下來生孩子 早幾年 現在就不讓他們 可能是黑市居民生孩子 用這些方法來香港 拿一個香港人的身份 大家中國人 不用那麼煩 不是的 是要那麼煩的 特地來香港 還有就是 很多大陸學生來香港讀書 我想支持了那個自費的課程 很重要 我教過大學裏面 教過自費課程 十幾萬 現在應該都是十幾萬 其實他們就等於我們去英國讀書 去歐洲讀書 去美 歐洲 他們說國際學生 即是外利 他們不補貼給你 其實不單止補貼 他們是賺你的 因為那時候我在理工教那些 自費課程 十幾萬讀過Master 那些 那些Master課程 我知道 我們的人工 即是港師的人工 在那裏出的 即是一樣是賺錢的 即它不單止是自負盈規 不單止是盈規的問題 直接是賺到錢 幫Department賺到錢 幫大學賺到錢 我們就知道 那大陸學生為什麼來香港 不讓香港讀書呢 香港 就不同 從一開始二十年前 二十年前 找精英下來 就給了掌學金 現在可能有掌學金 但一般學生 他真是給很貴的學費 來的 據說那些學生來到香港 其實他們是極之不想 扶起黨的責任 幫黨做香港宣傳 一聲 在裝修 我們現在看到這則新聞 有什麼啟示呢 有啟示就是香港是一個 主權獨立的地方 連美國總統都知道 香港我不跟警察 好了 你香港的記者 我就回答你了 而香港大陸的記者 或者其他人 包括孟晚舟 他為所有做事方便 唯有認香港人 你香港人多厲害 大家應該覺得自豪 這個最重要 有爹